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在中国已经七年了 我感觉在这七年中 中国的发展也特别特别快 尤其是中国现在有网络物资 中国的困境觉得国外都没有那么快的 现在对中国的美食我特别了解 特别感兴趣 感觉中国的一些美食这些菜都特别香 所以我如果有一天会俄罗斯 我心里会特别难受 我肚子里也会特别难受 没有那么香的东西 我都不知道吃啥 你会特别感兴趣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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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年2020年 11月份 我那时候就准备开自己的公司 想做餐饮 但是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外国人 这些东西也从来没聊过也没见过 也不知道去哪 会特别感谢自贸区 因为办公司的时候我没有什么麻烦 我每天下午三点到夜市 然后工作一直到晚上十点 每天大概十一点都回家 我特别辛苦 但是我特别喜欢中国的美食 尤其是咱们东北美食 真得劲